传载400江号作者,体育23号的我又爆料了,雷霆老鹰76人,达州三邦交易项,安东尼将被交易到老鹰,然后被买断,然后去火箭,这则新闻最核心人物,当然是安东尼了,卡巴伊有了贵宿之后, 今下交易市场最大的一条鱼,就只剩天官了,如果我所言非虚,那这也太无见道了,谁是陈勇人,谁是刘建明,谁又是韩琛,原谅我,莫名的想起了16起荧幕上的种种画面,这是我听到这季猛料后,最直接的反应,是啊,当NBA玩起了无见道,安东尼是谁,他到底会去哪? 无见道最大的魅力,就在于悬疑太多,同样,我这番话也有太多的疑点,我知道你想问什么,我们一起探讨分析,一,老鹰为了这么做,交易,得有动机,老鹰好不容易得到安东尼,又将他买断,这不明白这犯傻吗? 用新爷的话说,是不是秀斗了,在NBA混饭吃的经理,都惊得跟喉似的,不可能这么舍己为人,老鹰这么干,是要重建啊,他送走了施罗德,得到了未来的一个首的选秀权,这就是线索,施罗德这个小伙不错,准确明星球员都不要,那只能说明老鹰放场先钓大鱼, 是啊,他把希望留在了未来,把眼光帮在了叫做特能扬的小伙身上,施罗德,年薪不费,加上一个选秀权,卖断,安东尼不亏,二,安东尼为了同意先去老鹰,确切的说,这说不上同意,是双方,协议,就跟咱们找工作签合同一样,都是之前谈好的,首先,老鹰愿意买断,这是一笔近三千万美元的合同, 这个算数,这个时候,能这么对安东尼的球队不多了,再一个,安东尼答应,是因为他有交易否定权,这个买断合同一定是负在合同委业的,不然天官不可能答应,所谓八帮交款,事业,谈钱不伤感情,这是第一步,能不能接着谈,先把钱付了,钱的事解决了,就谈未来了,老鹰将重建,安东尼, 不可能在此停留,老鹰就像是结束的,一夜的缘分,说声感谢就走,三,安东尼去火箭围吗这么难,难,主要是因为现在的火箭没钱了,NBA30G球队,就会有钱的没几个了,雷霆已经到达身资空间的红线了,再不把安东尼弄走,就没法玩了,所以,安东尼必须成为自由球员才行, 你身上有合同,想到我这来,火箭也愿意,但钱不够,留不住,现在一身轻,火箭的机会来了,其实,前几年火箭一直在打安东尼的主意,但天官不愿意去,但这会不同了,天官想事了,上了年纪的人,更知道该为沙打球了,有爆料, 这几天,安东尼一直跟朋友说,我要去火箭,火箭有他的好朋友保罗,有情商特高的哈当,关键是去修斯顿有拿冠军的机会,但这不能说,安东尼去火箭已经生命主成熟犯了,因为,半路肯定会有成咬尽杀出来,热火,肯定会来,抢,是去火箭,还是热火, 我,我之前在前观安东尼,这个夏天去火箭把催文中,已经分析过了,就不重复了,文中的结尾,我说道,安东尼,我希望你去火箭,希望,是没谱,你知不知道他会去呢,但就现在的形式和口风来看,安东尼去火箭应该稳了,这是我的判断,更确切的说是预感,尽管,还有意外可能发生,是啊, 安东尼去火箭,为吗这么难